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非常高兴也非常荣幸 能够在这里跟大家 跟各位分享 关于大脑教育在中国的所有的事件 大脑教育在我们理解看来 是一个东方哲学和西方的大脑研究 相整合的一门科学 同时呢它带着地球管理经营 宏益人间理化世界 这样的使命和愿景 基于这样的考虑呢 我们在中国选择了上海 作为第一个登陆的城市 2014年的时候 我们在上海正式注册了公司 来推广和传播大脑教育 从2014年8月开始到目前为止 我们在整个的这个区域呢 主要致力于关于成年人和儿童的 大脑教育方面的一些教育项目 我们的目标呢是实现三个改变 第一个改变 第一个改变呢是身体健康的改变 我们希望这个城市的人 甚至是其他城市的人 身体越来越健康 第二个改变呢 是心灵的改变 我们希望通过让成年人和儿童人 对大脑教育的体验 可以让他们的心灵更加的美好 更加的和谐 那第三个改变呢 就是大脑的改变 是意识层面的改变 我们希望更多的人 有地球经营这样的理念 有这样高的意识水平 同时呢可以做自己大脑的主人 有更多的创造力 为地球的美好和世界的和平 做更多的贡献 那在过去差不多十几个月的时间里面 我们有一些成就 跟大家分享一下 首先呢我们在去年六月份 在上海开了我们第一家中心 其次呢我们去年的时候呢 翻译了Sysim的一本书 太阳身体Solar Body 同时呢我们发行了三万册 也是希望用不同的方式 向更多的人传播大脑教育 我们为二十家企业提供了教育项目 有外企 有国企 有民企 各种企业都有 我们培训了近三十名的培训师 我们为差不多两百名儿童 提供了大脑教育的体验 我们为差不多两千五百名成人 提供了大脑教育的项目 对于我们来讲我们只是开始 那我想有了这样好的基础 我们未来会做得更好 这是我们过往一些教育项目的 一些照片和大家分享一下 那在去年九月份的时候呢 我们有一个非常重要的 一个大型的市场推广活动 这是一个公益行动 它是以明亮生命健康以我为主题的这样的一个活动 那我们在中国的机构呢 结合了政府和学界的一些资源 举办了这个活动 那同时呢我们也非常有幸请到了 谢谢你来到了我们的活动现场 这是它在我们的一个 上海非常著名的一个公园里面 我们当时举办的一个公益活动的现场 那在这个活动中呢 我们有上海社科院研究生院的领导参加 我们有上海静安区政府的领导参加 还有一些跟我们有相同理念的企业机构参加 那在这个活动里面呢 我们有一个共同的倡议 这是一种健康和谐的生活方式 每天呢拥抱家人一些 每天呢 每天呢帮助别人一些 每天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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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天 COVID�� 每天关爱环境一次 每天接受一次新的挑战 每天新的挑战 当时我们有很多的老年人 我们的学员 还有一些我们的儿童学员 在现场做了很多的 关于大脑教育一些 比如转盘子啊 还有一些舞蹈的一些表演 那在第二天呢 我们也非常有幸地 请到了上海社科院的一个知名的教授 是上海社科院人口发展研究所的所长 在那边那一位 左学金 左教授 同时我们也请到右边这位 上海复旦大学知名的国学教授 和Sisin一起 关于如何让城市更加明亮 如何让我们的生活更加健康的主题 做一个研讨和分享 那左教授呢 分享了更多我们现在在大城市生活的现状 有很多危机 胡教授分享了中国的这个传统文化里面 道法自然的这样的一个理念 Sisin一起分享了更多 道法自然的落地的实践 这些活动让大脑教育在中国的整个地位和影响 非常地不一样 也非常地特别 那活动当天呢 我们还有幸邀请了一些来自于 对中国的健康养生非常有经验的一些 非常知名的人士 同时我们也邀请了 在上海知名的华东师范大学的教授 他是专门致力于儿童心理学儿童健康成长方面的研究的 那我们也邀请了中间这位先生 普嘉青 他是专门治理于爱滋病人的社会关怀 他有这样的一个公益机构 大家在一起畅谈 如何把明亮生命健康你我实践得更好 那这一切我们所做的对我们来讲 在中国是一个打基础的阶段 就好像我们的主席习近平先生说的 他说未来的中国是由一群有正知正念正能量的人管理的 我们最大的危机不是金融危机 而是道德和信仰的危机 我们要有更多的福报 要有更多的正能量和智者在一起 自�的人和一起 这样我们会生活得更好 这和大脑教育的红衣人间理化世界的理念 是完全一致的 那接下来呢我想跟大家分享一段视频 是我们曾经做过的一个企业教育项目 我们进来去报答 ホ ه 好 好 好 不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Laka的手很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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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aka的手很低